由推骨的复活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 当保罗他们过去努力地传递信仰 真的让马其顿这个地方带来很大的改变 让好多过去 依靠邪术拜着偶像的人 现在都专心信靠上帝过正直的生活 只是这一次 让原来靠着这些做偶像或相关的东西来营生的人 这一下子失去了好多的生意 他们就起来抗议 甚至要去抓保罗他们算账 到当地的戏院里面去 他们就抢着要把保罗找出来 结果没有找到 有个犹太人叫亚历山大的 就站了出来想要跟大家说话 众人却只管叫喊着 亚底米女神的名字 他们就这样大喊了两个钟头之后 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这一阵大乱和呼喊 女神是没叫下来 却把城里的书记给叫来了 因为城里这样大乱可不是好事 有人看越来越不是办法 就叫人去把官府的人找来了 这个书记官也算聪明 想看看这种宗教的争论 那可不是直接派兵进来处理就好了 最后书记官想了想 决定要先把群众的情绪给安抚下来 于是他说 以佛所人啊 这里有谁不知道 咱们以佛所成的存在呢 我们就是为了要守护 大亚底米女神庙 和那块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石吧 对不对 这个书记加强了以佛所和亚底米女神 以及他们崇拜的一块 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陨石 以此来表达 以佛所应该要有相当的严禁和规矩的 果然这样一讲 现场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大家频频点头要听他继续说下去 他继续说 既然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件事 我们就应该安静 守好规矩 不能再有这些鲁莽破坏规矩的行动 你们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来 打算要处置他们 但是各位啊 这些人并没有盗取庙中的东西 也没有辱骂或咒诅我们的女神的违规行为 如果迪米特和他的同业要控告什么人 自然应该按照规定的开庭人日子 跑去诉讼官的面前 让他们可以当场对职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不对的事 也可以到合法的会议当中来解决啊 讲到这里 大家的头是越来越低了 书记官看出来场面已经被控制住了 就把头一台严厉地看着大家说 那各位 像今天的暴动 不仅丢了女神的脸 语法 我们难免要追究责任的 搞成这样的纷扰可是不对的 我想你们现在也说不出有什么理由吧 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一下万一官府真的要追究起来 人还没告成 自己倒先惹上了官府了 书记官就顺势又安抚他们一下 叫他们赶快解散回家去 果然没有两下 这些人都跑光了 这场骚乱就此平息了 本来被包围的那些跟着保罗的马其顿的人 也可以安心地回到了他们当中 也去报了平安 保罗这才放心地召集了很多的信徒 再次鼓励他们 同时也向他们告别 接着他就离开那里 前往马其顿去 他在前往搭船的路上 还特意地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 借机对着信徒们说许多鼓励的话 最后终于他到了希腊这个地区 也就是马其顿这里 就在那一带开始拜访许多人 也鼓励当地的信徒 随后他们就直接从希腊那里 搭船回到叙利亚 这时候也有消息传来说 在那里有一些犹太人 要趁这个机会来杀害他 这时他们一心人就转往马其顿去 要从这里出发 回去结束第三趟的旅程 这一趟沿路要跟着他一起回去的 有毕里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 有铁萨罗尼家人压里达古和西宫都 特弊人该有 还有提摩泰和亚细亚人 推击古和特罗菲摩 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来自这些地方跟随保罗回去的 除了提摩泰以外 还有好几个都是各个地方教会的代表呢 表示这些地方的信徒都已经培育起来了 不但是有几个据点 还有相当成熟的信徒 可以跟着保罗一起去传道呢 这些跟着保罗的门徒 他们先出发到对岸的特罗亚 跟当地的信徒有许多的分享 也等着还有另外一批的门徒 要到特罗亚来会合 而这些第二批的人当中 包括了后来写下使徒行传 记录保罗的行程的医生陆家 这第二批的门徒 在过了楚孝节 就从菲利比开船 经过五天的航程之后 到达了特罗亚 和保罗他们一起会合 又继续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星期 来服侍那里的信徒 而这里 他们在特罗亚停了那么多天 似乎是特别有用意的 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在即将离开的那个周六的晚上 也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周日的开始 因为他们的一天开始 是从日落的后的傍晚开始起算的 保罗和大家一起聚会 同时也分享爱宴 接着保罗开始向大家传道 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动身回去了 所以这一讲下去 有点停不下来 他想要尽量多讲一些 很快的 时间就这样到了半夜 在他们聚会的楼上 整个房间里面为了照明 点了许多灯火 大家意犹未尽地 专心地听着 保罗也是越讲越起劲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听到碰的一声 把大家都给吓了一跳 原来啊 有一个名叫油推谷的年轻人 因为人很多 他就坐在楼上的窗口边来听 只是随着保罗越讲越久 他听得累了 开始想要睡觉 结果还真的就睡着了 就这样 从他所在的三层楼的上面 掉了下去 大家听到他摔下去的声音 好多人赶紧冲下去 想要去救他 可是到了楼下 就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 死了 这时候保罗也跟着到了楼下 看到那死掉的油推谷 就往他那里走过去 保罗趴下身子来 整个人在他的身上 就抱着油推谷 接着说 大家不要慌乱 他还有气息呢 最奇怪的是 保罗就这样放开了油推谷 让他躺好 接着他就起身 往楼上走上去 大家是半信半疑地跟着上楼 保罗又继续 一边吃一边讲了起来 一直到了天亮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 那本来已经以为死掉的油推谷 竟然也坐在他们当中 他们一边把这个小子 活活地送了回去 这时候大家的心也都安了下来 也为此大大的感谢神 保罗这样把握机会的分享 实在是他自己也知道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特罗亚来了 上帝所行的这个神迹 将会更坚定这里的信徒 他也可以放心地离开 现在保罗这一群人 一样分两群上船 头一群就是原来的第二群的门徒 他们先开往亚朔 准备在那里接保罗 而另外一群人就跟着保罗的安排 从陆路前进 直到亚朔再跟这批人会合 保罗他们一上了船 就把船往米推利尼出发 开船经过基亚的对岸 还有萨摩这些地方 三天到四天的旅程 他们终于到了米利都 在这里还会有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发生呢 小帆哥哥下一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在这里要邀请您到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 下次空中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爱小爱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爱小爱我我我 爱小爱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爱小爱我我我我 我爱小爱我我我Neian 耶稣是爱小爱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爱小爱你,你,你 爱小爱像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小爱小爱小爱你,你,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